中国经济逐月大跌国际坏消息不断习近平强调一个字泄底 12月13日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明年经济的重点以稳字为重 反而泄露中共政治经济政局不稳 中共承认其正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改革的困境 中共近期发布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内外需求不振经济动能不足 企业前景堪忧正在大幅度裁员数据 跌幅正逐越加大在贸易战的压力下 更多外资已经正在撤离 中国与此同时中共在国际上遭遇越来越多的抵制 更多的西方国家加入对中共围堵的行列 中共政治局会议谈2019年经济稳字当头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针对2019年经济工作强调 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要略文等台湾中央社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18日中共改革开放40周年 纪念活动后的19至21日召开华尔街日报 报道趁中共官员们将在未来的经济会议上设定 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和政策重点 经济学家普遍预计在与美国的冲突日益升级之际 中共将调低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 12日的政治局会议 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错的境和 预凡重的格法定 五金年以来面对的问题 中国进出口数据 断崖经济下行压力只分不减如上所述 中共今年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和内部发展的困境经济下滑加速 各种危机平线以进出口贸易 来说 2018年12月8日中共海关部署发布的11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不仅低于预期 而且相比10月份堪称断崖11月份中国出口金额2274.2亿美元 同比增长5.4%预期 9.9%进口金额1826.7亿美元 同比增长3%预期14% 这两个数据 不仅大大低于市场预期 环比来看更是下人10月份出口和进口数据 分别是15.5%和20.8% 路透报道认为 尽管中共当局极力淡化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但是11月份的进出口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处于内忧外患的格局之中 内外需求不振出口订单不足 运营成本增加 企业面临财源减负的选择经济 面临很大下行 压力且下行 压力只增不减 报道称 企业主明显感受到明年将是相当艰困的一年 企业开源面临重重困难 只好选择大幅度节流 外贸企业订单明显萎缩 缩减人士成本成为现阶段 大部分企业的重中之重 中国企业财源潮已经开始 中国经济到底有多糟糕 纽约时报12月13日报道 很难说中国经济到底有多糟糕 因为许多经济 学家认为中国的数据不可靠 北京方面对信息的控制非常严格 但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的数据显示跌幅正逐月加大 今年秋季中国汽车销量的下滑速度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速度 汽车业领袖认为这一突然下滑 主要是因为贸易战引发的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崩溃 许多跨国公司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目前对中国的严重依赖 这将危及中国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和此类行业技术的能力 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计划在未来两周 关闭中国一家智能手机工厂 正将制造业务转移到印度三星发言人 周四趁公司将在12月31日前关闭天津制造工厂 贸易战经济急剧放缓以及外国投资减少的前景 也导致中国股市和人民币今年大幅下跌 WTO失能危机 美国不支持欧盟改革计划中共内有经济风险外 有在国际上遭遇各国抵制的优患 中共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一直指望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调解 不过该组织在美中贸易战中失能齐上诉机构 恐因美国抵制陷入停摆 据蓬勃 报道在12月12日 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中美国表示 不会支持欧盟所提交 避免上诉机构改革的计划 美国贸易代表Dennis Sher称关乌欧盟 中国和印度提出的提案 无法有效解决成员们提出的问题 也很难看出它如何以任何方式回应美国的贸易问题 此前的11月 欧盟对WTO提出改革提案 以获中国与印度等国支持 但由于美国的抵制 WTO可能在未来一年失去调解贸易纠纷的能力 法国最大电信商排除华为5G设备 中共遭遇的困境不止这些 即美国、澳洲、新西兰、日本等国之后 法国也加入了围堵华为的行列 据路透12月12日报道 法国最大电信业者ORANGE执行长表示 出于安全考量 在法国未来的5G网络和手机核心设备上 不会使用华为的5G设备而较倾向 采用爱立信和Nokia设备 法国市吨 s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